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面前的这两个昆虫饲养笼里面 分别放入了一些金银花 这些金银花上都有同一种害虫 甜菜叶蛾 同时放入了一些异虫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生物防治是如何消灭害虫的 喷洒化学药剂的昆虫饲养笼里 甜菜叶蛾和其他异虫均已被无差别的消灭 那我们来观察一下生物药剂那边防治的情况 可以看到蜜蜂 瓢虫还很活跃 这个甜菜叶蛾的尸体好像胖了一点 对的 因为我们这个生物药剂里面 加了甜菜叶蛾核心多角体病毒 大量病毒在它的体箱里面进行繁殖 使它的体型进行肿胀 最终导致它一个死亡 从实验中我们看出 生物药剂有针对性地杀死了害虫 却不会伤害异虫等其他生物 这样的技术就是把相控虫技术